军长是什么级别? 军长是军队中一个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,即军事主官。 军长的基准军衔是少将,辅助军衔为中将,上级为政大军区及司令员,下级为师长和旅长。 在中国,一个满边军大概有4-8万人,由若干个师、旅以及独立团、独立大队组成。 中国现役集团军的人数不是固定的,目前集团军分甲乙两大类,其中还分满边和简边两种。 集团军一般编制比较齐全,人员比较充足,作战能力、机动能力都比较强。 集团军有步兵、装甲兵、炮兵、防空兵、工程兵、通信兵、防化兵、电子对抗兵、陆军航空兵等兵种, 以及专业兵组成的战斗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。 集团军作为基本战役军团,一般在上级编程内随行作战任务,亦可独立作战, 是我军在战争中陆地兼敌的主要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